短褲男在人行道準備簽機車 一下看車廂裡有什麼 一下低頭搬動鑰匙孔 在車上住了好一陣子才打算離開 但他可不是機車的車主 真正的車主發現機車不見了 連忙報警 先生 先生 你是不是有騎人家的機車 警方找到騎士時 他還躺在客運站休息區呼呼大睡 一聽到是不是偷了車 立刻起身辯解 鑰匙呢 我給我給我給我 為什麼要騎人家的機車 我靠子 為什麼 真的就奇怪了一點 簡直把其他人的車 當成自己的一樣 還一副理直氣壯 無辜被偷車的 是一名二十一歲 柳星大學生 四號深夜到高雄三明區 一間吊蝦場 結果機車鑰匙忘了吧 親程離開發現 價值五萬多元的機車 不翼而飛 立刻報警 結果警方一查 偷車賊其實是慣犯 就是你 又是你 人家分析 人家不幫你人騎 當時雨嫻 靜躺在這個休息區 那當場的雨 這位雨嫻 就交付這個機車鑰匙 就予以擋掃逮捕 四十二歲旅行偷車賊 常出沒在高雄市區 但他沒有工作 居無定所 是警方眼中的頭痛人物 光是竊盜 毒品等前科 就犯下二十到三十多屆 上個月同樣騎走 外地旅客的機車被打 這回警方找到時還在呼呼大睡 似乎見怪不怪 再度被移送法辦 TVBS新聞李正盛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